又是一個生活的日常 長官又在群組LINE了 雖然又是一個冷笑話 還是趕快LINE回去說 笑得打滾好好笑哦 長官不但是大帥哥 還英明神武又幽默 免得被炒掉了 通訊又曾是LINE 幾乎已經變成日本等地生活之日常 不過你知道嗎 你在收LINE傳LINE時 可能有人在看你的個資 而這個人很可能是在上海 根據日本朝日新聞NHK等媒體報導 日本LINE公司Z控股Z Holdings表示 該公司委託中國上海的相關企業開發系統 至2018年起 4名中國技術人員在系統開發過程中 可以進入日本國內的個資數據庫 查看用戶的姓名、電話號碼 電郵、LINEID等 還可查看用戶之間交換的訊息與照片 日本LINE方面證實 這4名技術人員 至少32次進入日本國內的用戶資料庫 這也太恐怖了吧 用戶以為是私密的對談傳訊 結果中國技術人員都看得到 LINE在日本約有8600萬用戶 將近七成日本國民都在使用 有龐大的訊息往來 連各級政府也透過LINE提供服務 LINE公司已在2月下旬採取措施 讓中國公司無法接觸日本用戶的個資與訊息 並調查、確認這些技術人員 查看的哪些資料 國際通信 綜合拜電報道 如果jm這些人真的立 outright gdzieś是ishes 謝謝你 找 tellement頂著